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東夫 職應 搞盛世 拿到M品牌 立即整個形象都提升不少 如果坐電單車都拿過另類M品牌 不知道社會又來不來呢? 網上流傳片段顯示一位類子 坐電單車車尾 特別的是 Lady她並沒有像平日人坐電單車般 腿張開 她是把兩腿側在一邊來坐 哦!Madam 她是否拿了M for Madam品牌? 提提各位 對於電單車的乘客 運輸署網頁是這樣中告電單車司機 你須確保在電單車車上的乘客 跨坐在你背後的固定座位上 而且雙腳踏穩在腳踏板上 今時今日 那些人除了不懂搭鐵 亦都不太懂搭鐵 有網友投了以下這張照片上網 只有人疑似把電動單車拿去搭鐵 這裏先撇開在行車道 行人路及單車競上 使用電動可移動工具 可能違反道路交通條例及其附屬法例 以及其他相關法例 這裏集中討論兩個輪搭鐵 根據運輸署網頁 乘客如肉攜帶單車乘搭港鐵 必須折合單車以確保其符合運載行李的規定 很明顯 又是法例又法例 白紙黑字規矩又規矩放在一邊 偏偏就有不少人 拉我笨 當局對這些人應該怎樣呢 不是又要我交嗎 今集東夫即應時間差不多 大家有什麼申訴 記住致電我們爆料熱線 3600 3600 讓我們第一時間和大家東夫即應 拜拜